啊 啊 别跑 别跑啊 哎呀美女 什么事啊 哎呀美女啊 你看了没有 你干嘛撩衣服给我看啊 哎呀你什么意思啊你耍流氓啊 我跟你说啊你个木头啊 把我衣服都挂烂了 怎么可能啊我的木头 也不是很坚啊 我刚才走路也慢我都让开你了 你看这两个钉子啊这么长 也不像钉子刮啊 会不会是你本来就烂啊 你什么意思啊我跟你说 这个衣服啊是我今天早上来穿的啊 啊刚出门的时候好好的 刚为了啥你啊啊 钉子刮烂了以后就烂了 哎呀美女啊 我也不想跟你吵 如果确实衣服刮烂了 那这样吧我家就在前面也不远 去我家我帮你缝好 我也会点针线活的 哎呀缝过的衣服像我这么漂亮的美女 我会穿吗 我跟你说啊你赔钱 你赔 赔多少钱啊 也不用多少 一千块吧 什么 这就一块布 要一千块 我买的时候一千五呢 看你这么重就要你一千算了 我哪有这么多钱啊 没有你想办法 你耍 你是不是想耍流氓啊啊 弄烂的衣服不给钱啊 哎呀 美女不是啊 我看你这衣服 平时我去 这个市场也经常看 哎呦跟我平时看到那个缓是一样的 市场上那个地摊上 才卖二十块钱 那是地单货 我这个可是国际大品牌啊 知道吗 像不老 我看也没有区别啊 这样吧 就当着我赔一件新的呢 我给你二十块钱啊 二十块 你看不起谁呢 打发乞丐了啊 我经常也去市场看看女装的啊 一模一样的啊 我不管你今天没有一千块 我就不要你走了 我跟你说 哎呀 非要一千块 非要 我跟你说啊 你别想着对不起就完事了 对不起也没有用 对不起有用的话 要警察干嘛呢 赶紧拿钱拿出来 我就走了 一千就一千啊 找拿出来不就行了吗 真的是 哎呦 我现在去市场里面买这衣服穿的啊 哎 等一下 钱给你了 货还没给我 你要怎么货啊 怎么货 你这件衣服 我给钱了 等于说衣服 就是我的 你要把衣服给我才行啊 哎呀 这个衣服这么烂啊 你还要衣服干什么啊 我不管啊 钱我给了啊 你要给衣服啊 哎呀 你实在想要的话 回去我洗干净晾干给你 不行 送给你 我现在就要 我就要你在这里 把衣服脱下来给我 我钱都给你了 哎呀 我就老实跟你说吧 前几天不是暴雨吗 我里面衣服没干 就穿了一件衣服 我脱不了在这里 我不管 那些是你自己的事情 要不然你把钱还给我 不脱的话 啊 你想要现在跟我去那边 公共卫生间那里 我脱给你啊 不行 就要在这里脱啊 你怎么这么变菜啊 你还到不了 我不要你这500块 我就要500就行了 拿拿拿拿 还给你 我不要钱了 我现在就要衣服 快点 趁现在还没有人了 等下人来了 拖就不好拖了 你也说人家人到 来了不好 我跟你说 你正所流氓的话 我就叫人了 我说你所流氓啊 哎呀 怎么说你也说不过去啊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的 我钱都给你了 要不你把全部啊 哎呀 我也不要钱了 我就要衣服了 现在你怎么这么无奈啊 哎呀 要不然你不要走了 不要走 哎呀 我脱不了 赶紧放手 脱 不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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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走 哎呀 算我倒霉 拿这个钱我不要了 行了吧 我还给你 不行 我现在要衣服 我只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你刚才答应过了 啊 哎 我包里面还要2000块钱 到不了啊 这2000我也给你了 真的是 算我买 给钱买个教训 手行了吧 这个 哎呀 给你的精神准处费 以后啊 别找我了啊 这样 搞得我很为难的 啊 以后啊 拉六都不吵你们这个村了 真的是 这个村民那么无奈的 哎呀 想跟我玩套路啊 啊 这样啊是老的啦 你还弄的呢 真的是 想要我钱啊 看谁更生一筹 嘿 送钱给我 我好 我好 你 我好 你 我好 谢谢观看